我们就瞎瞎的 我们就瞎瞎的 对 我看她的样子 进来 怎么了 又发生了什么事啊 Joyce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我 对 就是你 又是你 我到底做了什么 这真是难以置信啊 我们 已经决定采用你提议的 手机应用程序了 你们刚才这样真的是吓死我了 不是我的点子 哈啰 是老板的错 我还以为我又做错事了 但是我很感谢老板采纳了我提议的会员网站 还有手机应用程序 恭喜你 谢谢 那是因为你的提议很好 计划书也很不错 不过对于保护个人资料这方面 我还是有一点顾虚 我想既然我们还没正式推出这项计划 我们可以测试我们量身定制的个人资料保护方案 并且确保这些措施都万无一失 你说对吗 观察 是的 老板 我觉得在定制个人资料保护措施的当儿 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主动预防突发事故 在定制这些措施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风险都考虑在里头 这样我们的系统才可以更健全 正是如此 所以我替你预约了和他们会面 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建议 谢谢老板 包在我身上 为了更了解市场调查和个人资料的保护 今天我来会见 Mr Alan Tay Josua Research Consultants的执行董事 和个人资料保护的负责人员 哈啰 Alan 哈啰 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谢谢 请坐 感谢你抽空和我见面 不客气 Alan 不好意思 今天有几道题目可能要麻烦你了 对 请问一下 您的公司收集的是哪些资料 而您是怎么运用这些资料的 我们的公司是做市场调查 当然我们收集很多个人的资料 当然根据不同的研究 我们会收集各种不同的资料 譬如说当我做一些一般大众的调查 可能我们会收集他的年龄 还有他住在什么地方 或者甚至他的工作是什么 若是说我们做的是一个跟财务有关系的研究 可能我们会进一步去收集这个人的 譬如说他的收入多少 还有他的银行存款有多少 或者说他有什么投资的项目 所以这些都会跟着他的研究的项目而决定 当然我们收集到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们不会把他的这些个人资料 给我们的这些委托我们的公司 那么我们会把这些资料 把它统筹在一起来进行分析 而不会把他们的资料泄露给别人 所以你每一天收集到的这些个人资料 不剩每一局那么多 是的 非常的多 当初你是怎么开始 这个保护个人资料的旅程 这个旅程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旅程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听说在2014年 政府将会施行个人资料保密法令 和卸决来电的这个法令 那个时候市场上的这个顾问非常有限 所以你有寻求外来的援助吗 没有啊 没有 我们没有资源 也不晓得去哪里找人帮助我们 自己包办 可以这么说 哇 那你知道哦 当初你是做了些什么呢 在最初的阶段 最初的阶段 因为我们没有顾问可以帮助我们 来拟定一套 适合我们公司的这个程序流程 所以我们唯一做法就是 当初我就把所有的员工召集在一起 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法令的内容 那么当初呢 这一个PDPC呢 他们也推出一些的指导原则 那么我们就在办公时间啊 或者下班之后 或者周末呢 我们就大家一起回来呢 来研究它的每一行 每一字每一句 到底这个跟我们行业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总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来研究 那么最终 我很开心说 我们大家可以制定一套 关于我们的这个数据 我们个人资料的流程 甚至我们也一起来制定了一些 我们个人资料保密的这个 所谓我们的政策 还有我们实行的原则等等 所以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个人资料保护措施呢 都是为JRC量身定做的 可以这么说 毕竟我们这个行业 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行业 我们整天都是在处理个人资料 所以我们一定要制定一套 适合我们行业的这个准则 跟我们的流程 哎呀太好了 可以跟我分享多一些关于 怎么样让这些措施呢 可以为一间公司量身定做的吗 可以 或者我们到我们的这一个 call center去看一看 到底我们实行了什么样的策略 太好了 好 我们一起走 谢谢 来 请进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电话调查中心 在PDPA的这个条例之下呢 我们重新界定这个是一个限制区 那么当我们的调查员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首先他们就要来到我们的职员这里 来拿他们的这个员工的识别证 还有这个橱柜箱的钥匙 他们就必须要把他们的电话 还有个人的皮包之类的东西 放在这个箱子里面 好了他们才可以进去里面打电话 Ellen 为什么个人的物品不能带到里面去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若是他带自己的东西进去的话 我们就有可能造成一个资料外泄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样的事情 了解 了解 当头帮我和 来 我们去看其中一间这个电话调查的房间 好 来 这里就是我们的电话调查中心 那么当我们的调查员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提供他纸张来做一些记录 当他做完工作之后 他就要把这张纸张交给我们的职员 我们的职员就会把它削掉这张纸 每一张都要弄碎 对了 一张都不可以留 为什么 避免资料外泄 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电话调查中心呢 我们分成三间独立的房间 是 而不是采用一间的这个电话调查中心呢 来给所有的人在一起来做调查 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其实是要保护 它的这个机密性 那么不要让这些资料给别的人听到这些资料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呢 有 我们把所有的信息分成敏感跟非敏感的信息 那么敏感的信息呢 就必须要透过LAN的系统来获取这些资料 除此之外呢 我们所有的电脑的USB port CD-ROM 还有Wi-Fi呢 都不可以使用 这样就可以避免资料外泄 你知道在这边如果我是一名在这里的员工的话 我要致电出去给客户 我必须要注意些什么 在他们要打电话给人的时候呢 对方一接到电话 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对方必须同意 让你可以做电话录音 还有同意来做这个调查 否则他就不可以继续 所以 自电出去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 请问您愿意吗 对了 你同意吗 同意吗 你必须同意让我可以做录音 你必须同意让我可以来做这个调查 来收集这些你的个人资料 在推行这些措施的时候 你有没有碰到什么难题 有 我们碰到一些难题 特别是人事上面的难题 比如说有一些的调查员告诉我们说 你们太严格了 连电话 连个人的用品都不能够带进来里面 很不方便 对啊 那么 我们为了这一个PDPA的关系 我们也改变了一些工作的流程 比如说 当我们要把一些文件发给客户的时候 我们要加密 那么加密的时候人家要解密 所以无论是员工还是客户 有时候说 你们太麻烦了 但是 我们就很耐心地跟这些人解释 无论就算是麻烦 但是为了顾及到大众的利益 保护这些个人资料 就算带麻烦也是值得的 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以大局为重 对了 你讲得对了 那你看 你的公司在这个资料保护的领域 其实也做了一段时间了 是 你们得到了什么好处 我们得到好处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的员工晓得说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东西 那么除此之外 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讲 或者说一些比较有声望的 名声比较好的公司 当他们在选择这个执行公司的时候 他们就会对我们比较有兴趣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管理系统 在保护这些个人的资料 非常感谢你 Allen 谢谢 那我在离开之前 这张纸也需要拿去 去 哈 进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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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真的只是太多工作了 对吗 感同身受 我也是 加油 发生什么事 我好像听到什么东西掉了下来 是我们身体垮下来的声音 它指的是文件夹 我想 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 都忙坏了 忙网站 忙策划节目 推行个人资料保护 老板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 可是还是我们几个啊 我知道 辛苦大家了 我们公司已在慢慢地扩展 会员计划也已推行 而且回想也不错 我想 的确是时候聘请一些新同事了 太好了 不过 我们得按不就班 黄沙 是 要麻烦你去调查 我们应该如何地保护 申请者的个人资料 还有 如何更有效地保护 我们自己员工的个人资料 并且 应该推行怎么样的措施 好的 老板 好 我现在来到了Prime Staff Management Services 我想要了解如何更好地保护 员工的个人资料 我将会和执行董事 Mr Ronnelly 见面 Ronnell 非常感谢您的百忙之中抽空 跟我们见面 那我的公司最近正在扩充当中 所以我们想要多了解 关于个人资料保护措施 您的公司提供的是招聘服务 那就业者的资料 还有您公司员工的资料 您是怎么保护他们的呢 我们作为一家招聘机构 自开业以来已经22年 所以这些年来收集到了许多候选者 顾客和人员的个人资料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动态资料不少过5万份 我们每三年都会定期清除当中的旧资料 那些我们不需要 没有用途或过期的资料 会被移除 剩下的资料将被储存下来 持续使用 即更新 我们一定会告知前来的候选者 需要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的原因 我们也必须获得他们的同意 才能使用他们的资料 此外 我们要让他们明白我们为什么收集 以及如何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 我们是怎么保存资料 我们是怎么保护资料 我们是怎么把资料分发和披露给相关的部门 比如说当你要找一份工作 我会把你的个人资料和第三方顾客分享 我们只会在保密的情况下和客户分享这些个人资料 我们收集的个人资料包括在表格上的这些东西 比如姓名 身份证号码 地址 和电邮 他们知道我们收集什么个人资料 以及做何用途 我们在表格后面也清楚地说明我们为什么收集这些个人资料 如何使用 如何保存资料 以及他们可以如何更新资料或移除资料 他们也可以通过那些管道联系我们 让我们跟进处理 您刚才提到五万份个人资料 这么庞大的树木啊 您是怎么处理那么多资料的 怎么确保员工们可以遵循公司所有的个人资料保护措施呢 我们使用一套非常完善的资讯科技系统 来收集所有的个人资料 我们能够透过这个系统决定个人资料将如何被使用 所有的员工都受过适当的训练 明白如何使用 以及如何正确地发布个人资料 不同等级的员工需要不同等级和分量的个人资料 所以我们设定的保安系统将确保相关员工不会读取 或使用他们不需要的个人资料 例如你是组长 所以你的职位越高 你就可以看到和获得更多的个人资料 否则你将无法获得这些个人资料 因此我们有一套良好的资讯科技系统 确保所有个人资料只会在需要的时候 被妥善使用和分发 当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员工知道 如何和何时使用这些个人资料 我们定期为员工提供培训 指导他们如何使用个人资料 尤其是那些刚加入公司或忘记程序的员工 我们每个月也会定期举行会谈 在这些场合中向员工提醒几个要点 第一我们公司的愿景和宗旨 第二我们讨论人力部和劳资政公平雇佣联盟的政策 第三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当中的一些资讯就是我们用来训练员工的内容 这也是我们在机构里落实的个人资料政策 我们利用当中的内容进行培训 确保他们明白使用个人资料的正确方法 员工可以很清楚的按部就班进行他们的工作 这个流程表是一个完整的招聘过程 提醒我们的顾问在哪个工作层面需要处理个人资料 以及需要知道的相关讯息 从客户人选到我们的顾问 每一个人都知道个人资料在何时会被披露 什么个人资料不能披露 应该释放多少个人资料 以及个人资料披露后如何确保被妥善使用 你看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如果他们就业成功该怎么办 就业不成功再怎么办 配对好了该做些什么 把都清清楚楚的列出来 进门得好好耶 一目了然 我们会利用平常的谈话时间 利用这个 确保员工明白个人资料保护的重要性 不如我带你到办公室走一走 了解一下我们整个工作流程 是怎么进行的 我们会邀请他们进去个别的房间 保护他们的隐私 当初你在推行这些个人资料保护措施的时候 肯定是碰到很多的难题 你是怎么克服他们的 我们明白这是经营业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些保护措施和法律有关 所以我们首先要确保能够满足法令的要求 再来就是满足合作伙伴的需求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个法令所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我们参加了个人资料保护法令的课程和培训 同时也派人出席相关的讲座 之后我们回来一起讨论 集思广益 开发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资料保护政策 我们委任了自己的个人资料负责人员 他同时也是我们的资讯科技专才 紧密监控资讯的流动移动以及相关的保安程序 谢谢你抽空和我见面 别客气 谢谢 感谢你特地过来 让我送你出去 请不吝点赞 好 大家 我已经收到好几份申请表格了 我想很快的就会有新的同事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太好了 我好期待 好 在我们开始之前 不如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对于个人资料的保护我们学到了什么 总共有三点 第一点 在个人资料保护措施上 各个企业和他们的伙伴都必须要有妥善的措施 以及要达到一定的安全水平 第二点 一定要定时的复审已经推行的措施 还有定时的删除不管是在业务上或法律上已经不需要用到的资料 第三点 我们一定要预防突发的事故 在评估了一切的风险之后 我们可以量身定制一套适合我们的措施 很好 个人资料保护这段旅程虽然不容易 而且还没结束 不过大家的努力是值得嘉奖的 在此 我要感谢大家的付出和努力 谢谢 谢谢老板 来 也不可忘了我们功不可没的 个人资料保护负责人员 同事 谢谢老板 谢谢大家合作 谢谢 我们应该封你为全职的个人资料保护训练员 有这样的职位吗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可以查查看 我觉得个人资料保护负责人员 是值得我们去认可的 其实有良好个人资料保护的企业也一样 对了 这样子我们的顾客 可以更好辨别优良企业 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们 请放心 我们会好好保护你的个人资料 因为 保护个人资料 人人有责 好了 那大家辛苦了 我们庆祝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个人资料 人人有责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